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呼吁 安平牧师你好 江黄牧师你好 谢谢你邀请我 是 我想可不可以请你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您作为一位牧师是怎么踏入新媒体这个领域的 其实我是2001年加入的良友电台 做的是福音广播的施工 那在那个时候刚好是电台完成了数字化的转型 做了数字化的转型 整个的生态就完全的不一样 因为这个节目就可以放在网上 放在网上收听跟透过收音机收听 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 那在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说 那个时候有一个 特别是有一个博客的兴起 部落格 那因为我们知道 过去广播节目的时候 它有一个弱点 什么弱点呢 就是你放到网上的时候 网络的搜索都是以这个文字进行的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够充分发挥你的这个优势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人能够把它广播的文字 变成文字 广播文字化 利于网络搜索 等放到博客上之后 我们又发现 博客因为它是可以自定义的一个 类似于一个小网站一样 你可以插入音频 你可以插入图片 那这个时候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从一个原来的音频 这个节目进入到了一个综合媒体的一个节目 同时呢 因为博客 你又接触的对象又不一样 那这个很多的人都在这个上面开始 这个有些新人 有些这个博客就已经有了一个公共性在这个里面 当这个时候 就当这些新的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 我们对节目的制作运营 还有我们的理念 都发生了一个改变跟挑战 这还都是在新媒体产生之前 这个我说它可能是我们过去叫互联网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新媒体为标准来看的话 它是前新媒体时代 是 它把这个 这种公共性已经开始有所体现 可是等到了这个微博脸书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一直反复讲的就是新媒体把教会的媒体性和公共性呢 都激活了 这可不可以请安平牧师多讲一下 就是新媒体 第一个新媒体是什么 它跟传统媒体 为什么它称之为新 第二个 它如何激活了教会的所谓的公共性跟媒体性 对 那嘉华牧师 我不知道你是理工男的还是这个文艺青年 我读商的 我大学是读工商管理 那这就比较容易理解 那因为我认识的理工男呢 他对这个新媒体这个定义呢 都不太习惯 什么叫新媒体 也不准确嘛 他这个非常含糊的一个描述 所以很多人想把它叫这个数字媒体 OK 我算资深文艺青年了 OK 所以我把它叫做 我觉得新媒体很合适 为什么呢 新媒体它是还在不断的一个变化当中 你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平台跟形式里 那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新媒体有两个主要的特征 第一个就是社交媒体 像脸书 微信 LINE 包括最近兴起的Clubhouse 还有呢 就是目前还以这个智慧手机 智能手机为主要的一个平台 但是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不知道 目前是以这两个为主要特征的 是 那它如何激发了教会的公共性跟媒体性 那我刚才讲 当我们这个新媒体所说最大的一个改变 他们就说是人人皆媒体 人人皆媒体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媒体 那既然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媒体 能够去发声 能够去传播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呢 我们必然而然会分享传播 是 见证我们的信仰 是 那这个教会本身 基督徒 我们每个基督徒 其实就是基督的媒体 是 现在我们的传播都是透过朋友圈的传播嘛 是 那这种是很明显 可是换句话说 别人认识我们的信仰 认识教会 认识基督教 往往是从我们的朋友圈来认识 那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 其实挑战就是蛮大 是 因为如果你不清楚你作为这个基督徒 作为基督的媒体这样一个身份的话 那你别人从你的这个分享当中 从你在群里面分享当中 根本看不出你的信仰的话 可能某种意义上 你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做见证的机会 所以它就是所谓教会的媒体性 所以某种程度上 它等于是恢复了耶稣基督门徒的呼召嘛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呼召成为见证者 见证耶稣基督及福音的见证者 只是可能随着过去2000年教会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时代的兴起 然后各式各样的事工平台 好像我们觉得人要听到福音 认识福音就是透过教会的牧师 或者是透过一些机构的事工来认识福音 而渐渐的好像每一个个人 基督徒都退居到幕后 只是一个中介者的角度 但是新媒体好像激活了 或再次提醒我们 其实人们怎么认识福音 就是透过我们这个人 其实我也想到说 今天我大部分新闻的来源 不论是社交媒体平台 很多时候是我关注的那些人 他们分享的新闻 会影响了我看到什么东西 对 是的 这个当然是有很积极的一个影响 但是实际上也有很 我们经过这十多年的发展下来 我们看到也有很负面的影响 就是当你如果你的同温层 已经固化了的话 那基本上你的世界可能就是 变得非常的狭窄 你以为世界大概就是这样子 能够想到的也不过是如此 那对于不同的意见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本能的一个排斥 这就变得非常的麻烦 是 我想在所难免 因为你会想交往的朋友 大部分跟你是有一点点志同道合 或者是某些立场比较聊得来的 可是久而久之 当我们身边都是同温层的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资讯是有限的 甚至我们看到同温层以外的资讯 我们可能很快的就会把对方视为 要么是阴谋论 要么就是无知的言论 要么就是哇对方被洗脑洗得好严重 但没有想到 其实我们跟他们也都处在 不同的同温层当中 所以新媒体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 是 就是我们以前 我们对媒体啊 对什么 我们如果信任他的话 大概就就可以了 好像他的公信力 可是现在其实也不是媒体 自己的一个问题了 现在整个社会 整个时代 普遍对任何的专业权威的机构 包括政府 包括这个新闻机构 他的信任度都是越来越低的 是 是 这也是可能是后现代的一个现象 那当我们失去了这种信任的时候 那我们刚才讲 你也提到说 我们都是从朋友圈去找的 可是我们的朋友圈 看到的这些的信息的人 并不一定具备对这些 我们所说的这些信息 所相应的专业的能力啊 是 他不一定有给你有这个采编的能力 也不一定有给你做深度分析的能力 他只有一条 他只有给你传播的能力 是 是 这就麻烦了 是 是 那你不是我也很好奇 就是其实从疫情前 你就在很多的平台公开的分享 鼓励教会应该要投入新媒体 或者是 使教会意识到我们的媒体性跟公共性 那在过去一年当中 因为疫情 大部分的教会也都被迫需要活跃于新媒体 被迫好像 不要不敢讲说有意识的参与新媒体 而是无意识的 被迫的 我们要使用这些工具 来做聚会啊 连结啊 甚至福音的分享 那回顾过去这一年 你看到哪一些可喜的现象 以及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些隐忧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过去这一年呢 真是五味杂陈 因为特别是疫情 我们知道 像你所说的 把华人教会 然后把几乎全世界的教会 都逼到了这个新媒体的上面 那过去 我们最重要做的一件事情 叫推广 推动 想要说的 想要劝的 想要推动教会的 就做这件事情 现在呢 最容易了 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不用去做了 所以对我来说 坦白的讲 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很多的东西 只有你去做啊 才能够体会到 其中的这些 我们不管是媒体性也好 公共性也好 你不做的时候 就是一个概念 你一做的时候 你一在这个上面 去分享的时候 你马上就 等到别人 给你点赞 或者有人跟你批评的时候 你马上就意识到了 这种的公共性跟媒体 所以是特别 只有做的时候 你就能知道 而这个疫情 使所有的募者 很多人都变成主播了 我看到你 你都用了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专业的麦克 来做这些 很多做zoom的时候 人们开始也发了一些的指引 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注意这个镜头啊 什么 过去大家都不会注意的 现在被逼无奈都注意了 而且大家开始对这方面 也意识到了 很多人对教会的时间啊 长短 聚会的时间长短 都做着相应的调整 就是根据它的特性 做的调整 我觉得这点是 可能是我们 在推动十年都推不动的 是是 但是一下子就达到了 这是我觉得很细体 题外话 安民牧师 你现在是在美国的中西部吗 对啊 那么你们的教会有 过去这一年 是都停止聚会 还是其实实体聚会 也在进行当中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线上聚会的 OK 曾经短时间内恢复了实体聚会 但是实体聚会就是 或者是户外 或者是呢 这个实体里面 大家有几个人要预约 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开放有限民 对对对 如果有实体的话 是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对这个已经变成 可以说是新常态了 我也看到很多的教会 他把这个变成了一个增长的机会 是 这个过去不方便 特别是国内的中国的一些的教会 那现在他们因此而 有很多的增长 甚至在实体上也产生了植塘 新的地方的一个植塘 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是远远超出我们所求 所想跟超出我的一个理解的 而且我觉得过去这一年 大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 这个思考 神学上面的一些的反思 像对这个胜利啊 各方面的一个讨论 我觉得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讨论 我觉得这些都很棒 很多的增者他们也积极地使用这个媒体啊 成了YouTuber 他们也积极地关注公共生活 来发言发声 那过去教会声音在这个媒体世界呢 是 很小很小很小 几乎没有 所以我们过去这一年 我们普世间也不断地鼓励很多的增者 大家好好地抓住这个机会来使用 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担心 当很多增者 其实我自己也做podcast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就是podcast 我自己也投入在当中 但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或基督徒会担心说 会不会到个地步 好像增者传道人都在搞自媒体 那反而忽视了我们增者的呼召 或者是当增者跨入自媒体新媒体 成为本身在 好像已经在做一个媒体人的时候 安民牧师你有没有什么提醒 还是你怎么看 还是你觉得说 其实根本不论做不做都有试探 都有危险 如果要跨足 就是今天教会要跨足到新媒体 或者是在增者可能更多的投入 你有什么提醒吗 或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是觉得 我们只能服务 服侍这一个时代 我们只能做这个时代的工人 做时代的工人 你就要面对时代的不同的挑战 所以对于这些的一个特有的一种挑战 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特有的挑战 我们就必须去正面的去面对 有问题解决问题 然后而且没有问题 我们就等他问题出现 我们来看怎么去做 我是觉得可以更开放积极的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这一次我们就觉得 其实也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以这个美国大选为例 本身我们知道之前这个新媒体有一个特点 就是重立场轻事实 这是我在大选之前也讲了很多次 早就大家都已经发现了这么一个客观的现象 也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朋友圈的人际传播有关系 就是咱俩认识咱俩是一国的 所以你讲的我就相信我有看你的东西 就是对事实的东西 我们也不太有能力去做查验跟考证的工作 所以产生了这种重立场轻事实的一个现象 而我们讲我们也鼓励了很多的牧者勇敢的去发声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上半年 大家都在鼓励大家多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等到下半年开始大选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领袖和基督徒 也掉入了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叫智能陷阱 而且呢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一不留神 也传好消息的人变成了传假消息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也凸显了我们教会过去对这个媒体 新媒体的它的重视跟认识不够 以至于很开心的情况下使用了 然后马上又掉入到一坑里面 那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呢 就是你看到这个危机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一方面我们看到自己的媒体性 或者是每个门徒的媒体性 我们都会分享我们觉得好的消息 对的消息 也是希望可能在倡议某一些的事情议题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 可能我们也成为假消息的散播者 当然讲到这个大家都会点头 但是我们想的都是别人散布假消息 对我们大家很少想到说 我传的消息里面搞不好也有不真实的成分 安平牧师有什么建议 教会该既然看到这个问题 该怎么去解决或回应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首先的一个 我觉得还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 没有把它认识的觉得那么严重 换句话说 我是出于像你刚才说 好意嘛 我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嘛 对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生气啊 我意怒 所以我就发了 这个不为过 总比什么都不说话强吧 就大家会有这样的 在这里面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认识的一点 既然我们是基督的媒体 别人要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 以及要看到基督的属性 那基督最大的一个属性 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的这个所传播的就是真理 就是真实 那这个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首先我们不管我们的立场如何 不管我们是偏左偏右还是居中或者是如何 这个我觉得是蓝还是绿都不是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 我也觉得是一个基督教传播或者是宣教的伦理 就是真实 尊重事实 说真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这也是我今年这段时间 特别是这段时间年比较多的一个反思 就是我们需要更强的一个伦理的意识 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 那特别是在这个 既然我们说我们在新媒体这个宣教这个施工 又是今年又就这么特别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传播的一个伦理也应该有足够的重视 是 所以就是我们对真实的看重 那我想也有分不同的层面 一个是如果一件事情是 它是有客观真或假的 我们需要传播真实 那第二个层次主观的层面是 我们是不是诚实 就是即便一件客观的事情 我们还是很可能做不诚实的诠释 所以为什么媒体有的时候立场不同 报道同一件事情 那但是我们会发现说 他所讲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那我觉得这就是困难的地方 就是或许两边都觉得我们在讲的是真实的事件 可是我们的诠释立场不同 所以两边也都很诚实的去诠释 他们所看到所谓的真正发生的事情 而但是人就是非常对立跟冲突的 这一点安平牧师怎么看 或我们该怎么面对 我觉得有一点你刚才提到的是 是的 当我们诠释事实的时候 免不了都会有我们的立场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事实本身的话 我们相信这个就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我们应该去聚焦这个事实的一个本身 那个有立场的解读我觉得是可以的 每个人都肯定有不同的一个立场 但是有立场没有关系 有一个立场我们需要要懂得去尊重别人的立场 并且学习去倾听 所以其实我最近这个新的媒体 咱俩曾经也有一次在Clubhouse上面的偶遇 我就觉得这个他出来是带给我一个很欣喜的一点 是 就是第一我看到哇这新媒体在做了像微信啊 LINE这些脸书这么多年之后 之前出了抖音TikTok这些短视频 没有想到一个纯语音的又能够出来 而且还很火 而他最大的一个特点跟优势在目前来看 他还能够打破一般社交媒体的那个同温层的现象 并且逼着你学习去倾听 逼着你学习在一个公共的空间去跟别人去对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开心的事情 我自己也蛮惊讶Clubhouse 因为我一开始这个东西推出来的时候 我其实蛮谨慎的 也有一点怀疑 那但是我觉得作为牧者 他给我的两个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第一个是让我有机会听到我平时没机会听到的谈话 因为它是很多是公开的房间 可能谈论创业 谈论政治 谈论什么 那一般弟兄姐妹遇到牧师 牧者可能自动都会筛选话题 就算他有想法 他大概也不会直接的跟你讲他的想法 可是今天透过Clubhouse去聆听 到底其他人在想什么 可是第二个我觉得我很惊艳的 我也在想这是一个短期现象 还是一个有可能带来一个长期的人类沟通文化的改变 就是Clubhouse 其实很多的房间是在谈论很尖锐的议题 但是他们似乎形成了一种 一种尊重彼此发言的次序 不见得是同意彼此的立场 可是在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展现出来的对不同立场的尊重 以及意识规则 坦白讲我觉得大部分的教会里面 都无法有这样的讨论 这一点就体现出了我们所说的 之前所讲的 对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跟途径 是 其实我觉得基督徒 我们在参与这样的平台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太快想要给一些东西 太快想要去 透过这个工具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似乎也很需要去聆听或去观看 这样的工具它有哪些特性 那我们先聆听 然后再去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当中来见证 同样的回到刚刚我们聊的那个话题 就是有客观的事件 可是诠释可能是主观的 但是我们的诠释都一定带着立场 那么其实或许我们无法 让所有的言说都不带着立场 但是如果言说的人都可以意识到 我是带着立场 光是这一件事情 可能都会有个很大的不同 是我明白我现在讲的这一切 是根据事实的诠释 对 所以我不会把我的诠释给绝对化 但同时我也明白 当我们要跟立场不同的人来谈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回到一些客观的事实 那对于牧者来说 我觉得更是重要了 因为你牧会的时候 勉强的不同的人的时候 他都是有不同的立场的 那如果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需要我们挑战 需要去学习的事情 是 其实讲到这个我也想听听安平牧师 因为在华人教会当中 在新媒体的宣教 政治伦理的反思 其实你算是走在很前面的 那在大家还不重视的时候 你开始大声疾呼 说我们需要投入 那当大家投入的时候 你开始有一些反思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过去这一年 你如果你有什么话 想要跟全球的华人教会来分享的 特别是在教会 在新媒体的参与这一块 所以这样讲的话 你刚才讲的非常正面的一个表达 我从一个负面的表达 就是变得非常的反讽 就是呼吁了半天的时候 忽然发现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的挑战跟问题 就是而且我们说 你现在如果我们呼吁这些曾经大声说话的牧者们 对公共议题强烈勇敢表达议题的时候 我们告诉很多时候 哎呀你不小心你这个被假消息这个掉坑了 绑架了 这个时候就变得就是其实是很尴尬 很难堪的一种感觉 我就觉得我很担心 就是这些人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参与 他们的热心被这个打击 是 被浇灭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担心的地方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一定会犯错的 特别是在这个新的这个事情的 这些的事情 不管是我们说媒体性公共性 这都是对我们来说比较新的 是 那这些新的东西实践当中 这个学费啊 是我们是要付的 是 那那我们就舍己吧 是 我们付这个 所以各位我是觉得不要轻易的灰心 也不要因此的就退缩 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里面 做一些更好的反省跟学习 而且我就觉得 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去更好的来参与 那我最近也因为反思这个伦理的 这个传播伦理的这个事情嘛 所以也读了一些书 看到说其实 哎呀 还真是日光之下无心事 就是在这个 从189几年到192几年这段的时间 这个美国的这些的报业啊 一开始也出来的时候 也都是八卦满天飞啊 全都是耸人听闻的东西 很多很多 而且是也被党派来使用 为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来背书的 那这时候特别有意思的 原来是一群新教的牧师啊 他们那时候也因为是知识分子 文化人也经常给这个报纸 写专栏 提供社区消息 他一看这个自己 这些报纸怎么都变成这些东西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组织起来 而且邀请其他不一定都有这个 同样信仰背景的人 大家一起来一起来谈 就是说不管我们信仰如何 但是有一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尊重 要持守 像责任公正公平体面尊严 这些的价值观的东西应该体现出来 所以在1923年的时候 这些美国的报业的新闻业者 他们就出来一个自律公约 然后出了一个七个伦理的 他叫canons 用的这个词很重的信条 我觉得这个参与是特别好的 或许我们 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 对于教会来说 对这个社会来说 能够提供伦理的一个基石 并且作为一个样板 能够活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 哇 所以也就是其实一百多年前 当当时的一个新的媒体出现报业 其实也带来这些混乱的现象 可是经过几十年的整理 特别是一群基督徒的牧者 他们也跳出来 然后来有一些自律的公约 那你在华人教会界当中 或者华人社会当中 你有观察到今天面对新媒体 有类似的事情在发生吗 非常感恩的是 在2014年 说话也都快十年前了 中国的一群基督徒 他们有人是做公益的 我特别了解一下 有人做公益的 有人做IT的 他们结合起来 他们发出了一个提议 叫中国基督徒互联网公约 真的 我们把这个过去一百年前的 这个美国报业的公约 和当时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公约 这个公约 基督徒互联网公约 还居然 据说最高的时候 达过超过30万人的签名联署 OK 获得了很大的一个认可 那这两个公约 我自己看 它都体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 三种意识 那第一个我觉得 他们体现了很强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责任意识 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个 言语行为负责任的 不是网络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也是我们要见证 基督信仰的地方 这是一个 那另一个呢 就是说有很强的公共意识 在2014年 这群基督徒也意识到 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公共空间 所以你对你整个的语言态度 要求也不一样 而1912年的时候 那群这个报业的人 他们也知道 你是服务公共的 是为着公共的福祉的 这个媒体 那还有一个就是身份 基督徒不因为你在新媒体上 就改变了你基督徒的身份 是 永远要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去上网 去使用这个新媒体 哇 我觉得好棒啊 是 我甚至觉得今年又过来 真的应该再有这么一个 类似的一个发起 是 我们如何能够使用这个新媒体 特别是面对未来 我觉得我们之前也讲过 第四次工业革命 到现在很快会进入到一个 民用商用大规模应用的一个阶段 你看现在AI的伦理 这个人工智能的伦理 谁来制定监管 那现在每一个社交媒体 都有一个伦理观 那他们的伦理原则 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将 未来将会对整个人类社会 都产生很大影响的 我这个角度上 我是觉得其实基督徒 更应该在这个角度参与 不仅仅是发生更多的要参与 那我很好奇 就是突然的一个想法 使命门徒这个podcast 其实我们针对的对象 是全球基督徒 特别是 不一定是教务的领袖 也可能在各行各业 那如果大家对 你刚刚提出来的这件事有负担 他们可以联络你吗 好啊 也可以联络你 我们一起来推动 真的 是是是是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值得 但而且可能不同行业的人 不同领域的人 也会看到不同的点 比如说科技的人 他可能可以更 比我们的眼光更精准的看到 未来五年十年 科技的发展趋势 可是我们可能也需要媒体人 他了解媒体的生态 我们也需要学习公共政策的 所以我们不会很单纯的 从我们一厢情愿的角度 去定这个公约 但是在法律上可能是违法的 或者在法律上可能漏洞百出的 所以我们需要各行各业的基督徒 来看重这个议题 并且一起来看看说 过去一百年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公约 2014年中国基督徒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公约 面对2021我们又经过了七年的反省 特别去年的疫情翻天覆地的改变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如何能够有纪律 同时不只是在公共平台上分享 也是我们如何分享 对 不只是我们分享的内容 也是我们分享的方式 也需要受到我们基督信仰所形塑 对所谓的伦理 其实就是你的手段要符合你的目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应该是我们特别在这时代 我觉得是教会跟基督徒应该特别重视 而且是可以参与的一个事情 那最后我想问问安平牧师 就是什么面图的Podcast 其实我们是一个持续动态成长的过程 我们也在学习 透过访谈不同的嘉宾 第一个我们也想了解说 对你而言 如果未来我们再邀请嘉宾的时候 你会希望我们邀请嘉宾来谈哪一些的题目 是你觉得对你个人 或者是对全球华人教会 你觉得是我们需要开始探索的 第二个是如果你有推荐的人选 当然最好了 好 我是觉得在未来 特别是我们讲现在这个大时代的一个背景 正是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说会进入到应用的阶段 Apple都要造汽车了 而且它要造的就是全自动驾驶的汽车 那这个领域看来整个发就会到了一个 我们过去想的东西可能就是到了一个 这叫什么突飞猛进的一个阶段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这个社会做不到的东西 而且对于媒体来说可能可能也会 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以我之前刚才跟你讲 都是以这个智能手机为主要的平台 这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那未来可能不是如此 不限于此了 甚至你的汽车就成了你的最大的一个媒体平台跟工具了 这个变化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不知道 我是觉得我们业界的 我觉得你能够请一些科技的媒体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能够去分享 第一方面也激发他们 像你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说激发他们在这个行业当中 基督徒在伦理各方面的一个贡献 让他们也能够对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那另一方面也请他们对这种可能性的影响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更多的了解 不然的话就好像这次疫情一样 把整个这个教会打得措手不及啊 那另外呢 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一个体会 我就发现说这些是经常不断的变化的 可是有一点我们我们这个人心呢 我觉得透过一些重大的这些的事件 不管是大选也好 还是这个科技的整个发展时候 我觉得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人本身 有更多的一个了解 对于我们人的有限 人的弱点 人的这种盲点 人的偏见 这些的东西 包括精神健康 或者是人在群体当中的这种的行为的表现 我觉得在这方面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有益的事情 其实现在他这个大企业里面 这些企业里面在这方面的思考 可能比我们思考的更多 如果我们在这些企业里面找到相关的一些人 能够去分享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甚至邀请 比如说如果我们能邀请到 举个例子 Facebook他们有伦理观呢 像他这个 比如说这伦理观的角色 他就他并不管你宗教信仰背景 他实际上找你人类共同的这些的东西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东西 是 谢谢安平牧师今天带我们一起回顾 华人教会在面对新媒体的崛起 以及我们如何投入 但在投入当中 也带着一个伦理的反思来看 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再次谢谢安平牧师 谢谢 谢谢安平牧师 让我们不是只是一窝蜂的追逐使用新媒体 带我们一起反思该如何使用新媒体 使我们的方式跟目的不至于相互矛盾 下周我们将访问到 澳洲墨尔本Crossway Baptist Church的 Alex Ho牧师 Alex牧师很特别 他自己是华人香港背景 但是他在澳洲的英语教会牧会 他的牧区包括不同的亚洲语言 粤语啊华语啊等等所组成的 我们将聊到东西方文化 在做门徒培育的时候的差异 以及他们教会是如何透过mentoring的事工 来开展社区福音工作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